發生地震了 老師要求小朋友把書包放在頭頂上 一個接一個趕緊的到空曠的地方避難 為提升校園災害應變能力 殺戮國小特別與消防殺戮分隊合作 12號這天在校園舉辦防災及防震的演練 就是要扮演防震防災的演練 讓小孩子能夠體驗到 防災時候的確實的真實狀況 以及真實的演練情形 相信經過這次的演練之後呢 小朋友能夠學會逃生的技巧 在未來在災害遇到的時候 能夠增加一點生存的機會 消防隊除了安排小朋友煙霧體驗活動 還讓小朋友穿戴消防衣及消防色水 希望透過實際體驗及消防觀念的建立 讓小朋友有正確的災害應變能力 消防表示 這次全校約有2000位私生人員共同體驗 每個人都覺得很特別 也學到不少相關知識 好玩耶 當然遇到什麼 雲踢車 雲踢車 會不會怕 不會 穿好玩的 那主要我們這次的演練 內容大家有 龍眼體驗室 雲踢車的體驗 還有那個消防衣的試穿 就是消防衣體驗 消防能員他們穿著那一套武裝 同學們都說好熱喔 這麼熱的武裝 然後你看火場又這麼熱 他們救災的一種辛苦 那當然也有讓他們介紹一下 消防衣它本身的一些功用 遇到災害時 有應變及自救救人的能力 才能保障生命的安全 主辦單位希望能夠藉由這場防災防震的體驗活動 落實小朋友的防災觀念 同時培養逃生等基本能力 以便在災變發生時 能夠讓傷害降到最低 記者王生炫 台中採訪報導